离旧金山日本城不远的石子路口有一个生动的对照 这栋日本风格的建筑其实是个天主教堂 显然是为了吸引日本一信众而建 接到对面这栋普通的西式建筑 从外表到那里看着都像个教堂 但它实际上却是一座佛教庙宇 日本裔美国人小叶穿着打扮跟基督教牧师一模一样 可他拜的不是上帝 是佛 小夜是源自日本佛教的净土真宗派僧侣 这个教派从1898年就来到了旧金山 并且以美国佛教教会作为名称 听起来像个基督教组织 旧金山是19世纪亚洲移民登陆美国的滩头阵地 他们来的时候同时也带着自己的宗教信仰 与新环境的磨合当然有痛苦 二战期间日本成为美国的敌人 净土真宗遭受了严重的冲击 大量信众被收容到美国各地 二战结束之后 日本佛教的传播才逐渐恢复正常 中国人的信仰没有在旧金山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 华人移民修建的天后庙是建于1852年 1910年搬到中国城的县址 庙里供奉着妈祖 天后他是一个海神 因为在中国来的人他们是坐船来的 他们要菩萨保佑他 所以就请了天后两郎来到三藩寺了 天后庙是整个旧金山资格最老的庙 庙里没有和尚或者尼姑 只有苏珊在这里当义工 维持日常运作 天后庙已经成为旧金山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为了满足更多参拜者的需要 关公 旅洞兵 济公 十八奶娘等等相继被引入 外个人就是在参观看看中国最古老的庙 这家从巴黎来的游人难道也信佛 天主教徒怎么会来这里呢 天后庙的一角供奉着财神 他跟前的香火比其他各路神仙都旺盛很多 白天后庙参观或是拜神的以流动人口为主 并没有固定的信众 亚洲新移民带到旧金山的佛教却是一番不同的气象 金门公园附近的这栋名宅 已经被改造成泰国佛教达摩教派的庙宇 它出建于2002年 2008年年底才搬到现在这个地方 庙里登记的信众已经有600多人 其中85%是泰国裔 七个和尚还有五个尼姑以此为住所 阿南和尚出家还不到一年 阿南和尚说的一点也不夸张 这个教派规定和尚不能自己烹调食物 但是没有人会饿肚子 饭菜由信众供奉 一年365天 每天11点 庙里准时开饭 主食 蔬菜 水果 甜点 一应俱全 少说也有十几种 其中还有好几样肉食 那么佛教中那些尽行善不杀生的戒律 难道可以不遵从吗 虽说能吃肉 但是达摩教派还有很多其他的清贵戒律 与士族生活有关的主要包括了禁欲 不能接触钱财等等 阿南和尚拥有工商管理硕士的背景 他出家以后 从前的生意全部交给妹妹妮卡达利 他支持兄长的决定 阿南出家以后 兄妹关系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宗教信仰给了旧金山的泰国移民一种归宿感 大家有了共同的纽带 一个个独立的小家庭编织到一起 形成一个大家庭 净土真宗教派同样给信仲家的感觉 马修归一日本佛教已经30年 我们有我们的问题 我们有我们的团队训练 我们有我们的财务 我们有我们的金融业 但是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一个深圣灵的专业 我们很喜欢我们的同一家 就是一家庭的 只从参加这次布道的人数看 这个家庭的人丁似乎不够兴旺 其实这只是不凑巧而已 庙里的很多信众正在其他地方参加营修 或者正在休假 净土真宗在湾区的另外一个集会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 到场的不全是佛教徒 但很多都是 我认为我是佛教徒 对吗 我认为是佛教徒 我认为佛教徒 在美国的关系中的佛教徒 肯定是增加的 但是我认为这种 与佛教徒的关系 大陆拉玛与佛教徒 国内的关系 我认为他就像一个超级 佛教徒在美国的一家教徒 他真的帮助了认识 有些认识的认识 有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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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修欣然接受这种多样性 他能够用日语 汉语 还有越南语 说阿弥陀佛 有些认识 这些认识 与佛教徒来说 旧金山是个好地方 他们拥有丰富的选择来满足信仰的需求 美国河浓记者方正在加州旧金山的采访报道